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在这里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7月8号 这期啊,咱们聊一聊这个信心,聊一聊预期 这个二季度啊,央行对这个未来的这个信心 还有预期,对居民啊,还有企业 做了一个问卷调查 这个他们是常态化的一个调查 应该是每个季度都做 然后这个调查有好事者啊 据说是长江证券啊 他们把它做了一个表格 这样大家一看呢,就一目了然了 那这个表格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今天啊,聊的就是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所反映出来的居民、企业 还有金融机构,他们对未来的信心以及预期 当然了,咱们也要知道啊 因为央行做的调查 它这个受制于调查的对象 第二个,这个调查对象的这个数量 对吧,因为数量越大,它才越准确嘛 你如果只调查特定人群 那得出的结论不能代表所有人 所以说只要是调查问卷 它仅供参考,你不能把它绝对化 那我们来一起看这个报表 它这个分成居民、企业、银行 然后指标呢,分成居民是六个指标 企业是四个指标,银行是五个指标 然后它是与景气相关性啊,就是每个指标 如果是加号呢,就代表正相关 如果是负号呢,就代表这个负相关 本期值啊,就是调查问卷的那个时候啊 预期的值,环比,就是比上一个季度 它这个是二季度,那就是一季度吧 同比就是比去年的这个二季度 历史极值,有史以来啊 或者就是有调查问卷以来 这个极限值,我们挨个看啊 先说居民这个未来就业预期指数 这个越高啊,说明就越好 正相关嘛,结果本期值啊 是44.5,比上一个季度啊 还下跌了六个点 比去年下跌了七个点 这个是2009年第一季度以来 新低,关于就业啊 咱们在视频里面谈过很多回了 咱们主要关注互联网、房地产、还金融行业 目前金融行业裁员还没有这个大面积的报道出来 但是互联网的裁员现在是特别多 我还专门做了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啊 这个图说的就是有人根据天眼查啊 今年六月份和去年六月份这么多互联网公司 他们报的这个社保人数啊 因为这个社保人数在天眼查里面是可以查到的 根据今年和去年社保人数的变化 做了一个这么个统计 发现所有的互联网公司 都在减社保人数 没减的一个社保人数就代表少一个岗位啊 这个表里面啊 社保人数就少了几十万了 互联网提供的岗位相对来说还比较优质的啊 这些人这个购买力啊 消费能力啊都是比较高的 结果这个行业里面在收缩 在裁员啊 提供的岗位越来越少 那你说大家对未来就业的预期还能好得了吗 今年应届毕业生一千一百多万 最低的啊 第二个就未来收入新兴指数 这也是正相关啊 都是在降低啊 然后有数据以来新低 这个就是最低了 有数据以来新低 然后更多储蓄占比 更多投资占比 未来三个月预计增加支出旅游啊 更多储蓄占比 这个是负相关 就是你存钱越多 那肯定对未来新兴就越差嘛 它是个正相关 负相关的 那么在增长 同比环比都增长 而且有数据以来新高 就是居民啊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急于把钱存到银行去 为什么 对未来预期不好啊 四处都要花钱 但是未来可能赚不到钱呢 那我把钱存起来 我经常举这个2008年 这个危机的例子 2008年时候中国也受影响 中国好像也有裁员 我也给大家介绍了 那时候互联网公司也裁员 但是大家好像这个 各方面信息啊 没有受影响 该花钱花钱 该买房买房 你看有数据以来的新低 新高 那肯定08年 那就说明现在比08年 那个差得多啊 更多投资占比 也是有数据来新低 就是居民的投资意愿 越来越低 这个一方面受经济影响 对未来预期不好 所以把钱呢不想投资 但实际上这个是有说法的 对吧 应该的说 如果你有钱的话 对未来不管好不好 你都应该投资 因为赚钱呢 越没钱 对未来信息越不足 你越应该去投资啊 要赚钱对吧 那为什么没有投资意愿呢 那就是因为啊 对自己的这个资金安全担忧 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投资 那为什么资金安全担忧呢 也是因为对经济预期不好 对经济的预期不好 四处都暴雷啊 房地产暴雷啊 后面可能还影响其他的行业暴雷 这一暴雷 你的本金就容易受影响 有可能就投资啊 叫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竹篮打水一场空 就是投资的风险啊 越来越高 可以这么理解吧 经济越差 投资风险越高 所以大家呢 宁愿把钱放在那儿 存银行里 拿利息 也不愿意去投资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呢 经济下行 也没有什么好的投资渠道 也不可能有好的投资项目 你投什么都有可能赔钱 未来三个月 预期增加支出比例 它这个是旅游 都是下降的 这个旅游代表着就消费嘛 实际上就是大家不愿意消费了 这个指数啊 信心 预期也是有史以来最低 那总结一下 就是居民啊 因为对未来的就业形势不看好 那对未来的收入就不看好 对未来收入不看好 所以他要存钱 所以他要少花钱 所以啊 他要注意资金安全 他不愿意投资 第二个是企业 经营景气指数 这正相关的啊 同比环比都是下降 然后2020年扣2以来新低 他为什么说扣2以来新低呢 那说明比那个2020年扣1啊 还要高一点 2020年扣1大家知道吧 那不就是新冠肺炎疫情 刚发生的时候 全国不都停摆吗 第一季度是全国停摆啊 所以那个是急刹车 经济指数啊最低 那现在就快赶上那个时候了 那个时候是全国封城啊 全封啊 你现在好歹没有全国封城啊 只封了上海 北京 北京是半封 但是造成了影响和后果 比2020年第一季度还要严重 这个值得大家思考啊 第二国内订单指数也是双双下降啊 也是2020年扣1以来新低 国内订单减少占比 这是负相关啊 也是新低啊 出口订单减少占比 这个出口也降低了 也是2020年扣1以来的新低 咱们啊 关于企业这一块啊 咱们可以看上图片 这个也比较有代表性啊 这个是近日一篇 近业钢铁集团内部务须会上的讲话 在网上流传 讲话中称 目前钢铁行业进入全行业亏损 亏到何处还看不到头 何种程度还不见底 要等到30%的钢企倒闭 钢铁行业才能进入盈亏平衡 正常经营的状态 无独有偶 安阳钢铁集团董事长李立健 也在集团二季度干部大会上强调 目前市场形势异常严峻 整个行业出现大面积亏损 并有继续扩大的态势 又逢七下八上的高温雨季 传统淡季正在到来 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生产经营面临巨大挑战 6月份以来 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物流运输全面恢复 终端企业积极复工复长 但钢材市场此前 期待的爆发性需求增长 却并未出现 反而在钢材库存明显累加的情况下 供需矛盾有所加剧 大量钢企陷入亏损状态 部分钢传甚至选择提前减修 进入市场折服期 这个钢铁企业在国民经济中 是一个重要的一环 你干什么的不能缺钢铁 造航空母舰 造汽车 甚至盖房子 都需要钢铁 如果钢铁行业是这个现状 那就说明其他的行业 没有理由叫一枝独秀 除了核酸检测 疫苗 钢铁行业 我认为它跟房地产 也非常密切 那现在房地产行业 整个是在停滞 或者在萎靡状态 这势必影响到钢铁企业 还有一个大基建 基础设施建设 钢铁行业的地迷 也反映出大基建方面的 大不如从前了 所以钢铁企业的这个现状 这个困境 也能反映出其他的企业 也代表了其他企业 下面咱们看看银行业 这个银行业 它一共分五个方面 一个是制造业 一个基础设施 有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咱们看看 制造业是双双下降 2019年扣四以来的新低 基础设施呢 也是双双下降 2018年以来的新低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这个钢铁企业也不行 这样得到印证了 你看基础设施这一块 它贷款少了 贷款的意愿也在降低 那肯定影响钢铁行业 大型企业也是双下降 中型小型 全部是双下降 而且是2016年以来新低 经济发展好的时候 这些企业实际都想着贷款 但是你贷不到 经济发展不好的时候 这些企业不想贷款 因为它不想扩大规模 如果经济发展不好 企业还要贷款 那只能说明这个企业快不行了 因为它贷款就是用去发工资的 增加资金流动性的 这企业有今天没明天的 因为它工资 它日常开支都要贷款来支持 我想咱们很多国内的人 现在估计都深有体会 现在经常接到银行 或者做贷款的这些人的电话 我就经常接到 而且现在贷款利息越来越低 我经常接到电话 那个贷款利息是4.1% 4左右 是银行的电话 前几天接到招商银行的电话 他们现在贷款利息是4.1% 可能最低可能给到三点几 就是刺激你贷款 刺激你消费 咱们的金融机构就是这样的 晴天把伞要借给你 费用收得非常低 天天忽悠你借伞 等到下雨天它就要收伞了 你想买 你想借 对不起 不行 所以金融机构啊 喜欢晴天送散 下雨天收散 这个经济越不好 大家越不想消费的时候 它越要借钱给你消费 经济好的时候 大家都想借钱对吧 买房也借钱 消费也借钱 买车也借钱 但是它就左卡右卡 而且利息还收得高 那么央行的这个第二季度 这个问卷调查呀 关于未来预期信心 咱们了解了一下 跟咱们每个人自己 能不能对应得上 首先这是第一个 如果跟你的体验和感觉能对上 那这事啊 这个数据啊 八九不离十 从这个表格来看 什么经济稳中向好 一片大好 这个从哪里好起呢 怎么说起呢 信心都没有了 都是2019年 或者是有史以来新低 怎么叫稳中向好呢 怎么叫一片大好呢 怎么说叫见底了呢 如果啊 第三季度 央行调查文卷的 数据啊 还是像这么糟糕 这么不理想 我估计啊 央行的调查 可能叫终止了 或者调查了 不发布了 变成内仓 内部穿越 所以说在这种预期下 我们聊到房地产 那房地产还能起稳 还指望着房地产 稳住 指望着房地产交易量能上 显然是很难的 所以很多中介呀 很多所谓的经济学家呀 天天含着房子见底了 天天含着啊 房子要涨了 再不买来不及了 事实啊 跟中介所说的恰恰相反 总之啊 这个目前来看 经济前景啊 非常堪忧 不容乐观 如果在这种基础上 还搞动态清零 还封城 还要核酸检测 还要坚持 疫苗接种 不接种疫苗 就不让你干这个 不让你干那个 只会让经济越来越差 严重的话 可能导致经济崩盘 所以啊 我认为如果第三季度 这个数据还是很糟糕的话 那这些政策啊 势必要调整 不调整 那它自身啊 也难以为继 因为没钱了 谁都没钱 以上是我的分析 供大家参考 好 这期节目啊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联评论 谢谢大家